你也正在收听的是原创Shock Podcast 别再怀念过去 或者是从景未来中浪费掉你现在的生活 活在当下才是人生的真谛 心灵学会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心灵学会 我是Ko 在二月尾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尼泊尔 这是我第三次探访尼泊尔 虽然尼泊尔并不是游客的首选之地 但是只要去过的人 必定会爱上这个神秘又美丽的国家 每一次去尼泊尔我都会回去两个地方 其中一个地方叫做Pashpatina Pashpatina是尼泊尔最大的印度教神庙 也是南亚地区供奉尸泊尔神的四大神庙之一 并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但最信我的是这座神庙旁边的Bagmati河 因为这条河畔是尼泊尔最大的火葬场 游客可以在河的对岸观看火葬的仪式 其实观看的这个距离是非常非常靠近的 看着他们如何在河边清理尸体 如何把尸体用白布包起来 然后放在河边的平台上点火焚烧 看着熊熊烈火的在燃烧着 总是提醒着我 人这一辈子尽力的追求的执着的 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什么样的年龄 到头来终究还是尘归尘土归土 每一次都会让我对活在当下 有更深层的反思 很多人会把活在当下常挂在嘴边 我不确定你是不是也一样 以前我还没有学习身心灵的时候 我会把这句话理解成为及时行乐 但是最后我才发现 活在当下并不是及时行乐 在这个鼓励我们要快 想求效率的这个社会 又有多少人真的能够活在当下呢 可能你会发现自己虽然口口声声地说 活在当下 但心里面却不断地思前或者是想后 很多时候我们人有许多的烦恼和顾虑 是因为我们用了今天过多的思考 预计着明天的这个烦恼 就是我们会用今天去担忧未来 或者是去回想过去悲伤的事情 由于我们想太多 所以错过了当下这一分钟所带来的美好 而这一分钟就快速地从我们的身边溜走 然后消失 我们的大脑总是会想一些 比如说 假如我怎样怎样 要是 如果 我如何如何 或许我等等 这些小我的声音 这是因为呢 我们会把注意力 关注在无法追回的过去 或者是还没有实现的未来 却忘记了认认真真地去享受此时此刻 出现在身边的各种美好 其实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都是一面反射的镜子 是清晰公正的 一切都是我们内在的投射 想要活在当下就要练习正念 是的 活在当下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也不是别人说的如此简单 它是一种觉知的练习 你可能会问 什么是觉知呢 那觉知就是我们对我们的身体的存在感 重量感 皮肤的触感 声音的粗膝 或者是外在世界认知 比如说光线的强弱 气味的好坏等等的感知能力 简单来说呢 就是我们的五种感官 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还有我们的触觉 我们的大脑呢 必须依靠感官来收集感觉的资讯 而五感呢 就是对世界建立更清晰画面的工具 但遗憾的是 整个环境的集体意识下 现在的人很多时候在各方面的觉知都是偏弱的 而活跃的部分呢 都停留在这个认知的层面 如果我们能够训练这些感觉 便可以把自己拉回当下去感知已有的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训练自己专注的观察一切 真切地与眼前的人事物去互动 那比如说 当你吃饭的时候就认真的吃饭 当你和人在交谈的时候呢 就好好地跟人去沟通 还有互动 而不是一面地在玩手机 一面地回复讯息 一面地想工作 然后跟对方去聊天 去感受它们散发出来真实的这个能量 这样呢 才不会惯性地启动我们已经僵化 带分析 及批判的这个解读模式 所谓的练习呢 说明了 就是要花时间去学习 去了解 还有去做的 如果目前你没有办法 把专注力放在当下的话 那你可以用ABC技巧 学习如何梳理 那A是什么呢 A是aware 觉知 举个例子 你的另外一半没有回复你的讯息 你越想越生气 同时也很焦虑 一般上 我们的处理方式 可能会是发个语音 留言去骂对方 又或者很久之后 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都不理对方 但心里面同时 我们又想对方能够主动发现 我们自己为什么生气 希望对方来哄哄我们 那这个动作呢 会让我们在这个生气里面 无限的循环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抓住 这个情绪生气的时候 去好好地观察它的这个机会 真真切切地去体验 当下的这个感受 那这样我们就不会 迷迷糊糊地陷入其中 全然无知 当你生气的时候 焦虑的时候 无论体验到什么样的 或者是遇到什么样的人事物 你都可以问问自己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拿刚刚我举的那个生气的例子 因为我的男朋友 或者是我的女朋友 没有回复我的讯息 第二个问题 你可以问自己 当时你的情绪是如何的 嗯 我是很生气的 同时我也感受到一些焦虑 好 你知道你自己在生气和焦虑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B的这个步骤 B的步骤呢 是Being with 全然地接受当下的经历 还有感受 而不是意气用事 用批判或者是打压的方式 去打压这些感受还有情绪 那活在当下 这句话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活 第二个重点才是当下 那当下不能只是解释为 此刻 现在 或者是这一秒而已 它更代表了当下 所遭遇的任何正在发生的事情 任何的顺境或者是逆境 当下心里面所生起的 任何好和坏的感受 都是当下 这两个字所包含的范围 试想想 当一个逆境来的时候 你就急着想要去应战 必须去转移它 必须要去改造它 等改造到你认为满意的样子之后 才能自在 那么这个自在还叫当下吗 所以 请你好好的去接受 不带批判 如实地去承认这些情绪的存在 这样的存在 它没有好和坏的区别 接受是我们给出了一个空间 允许这些状态的发生 无论好坏 当你允许情绪的存在 把用在对抗负面情绪的力量 拿回来的时候 放在理解情绪 所带来的讯息上 你可以问问自己 第三个问题是 引起这个情绪的原因是什么 继续刚刚的那个例子 我生气它不回我简讯 因为我觉得它不关心我 我有事情找它 它却没有第一时间回复我 它已经不把我放在第一个位置了 第四 这想法背后的需求是什么呢 我担心它不再爱我了 我害怕它抛下我 这些觉知的自我对话 可以引导你去找到 引发你情绪的根源 所以当你刚刚在对话的时候 从它不回复你简讯 到你生气 到最后 你找到了这个情绪的根源 是因为你害怕它不再爱你了 那你就会发现 其实呢 你生气的原因 是因为你担心你自己不被爱 而不是因为它不回复你的这个简讯 那这样的话 你就比较容易去看清楚 整个的事情的发展 最后就是C了 C是Choice 更好的选择对应或者是处理的方式 每一种的体验感受 还有情绪都是灵魂告诉我们一些讯息 请你拥抱好奇的心 还有勇气的力量去全然的接受当下 只有接受了 我们才能够更冷静 还有明智的做出一个判决 而不是批判 分辨 还有意气用事 活在当下 是在痛苦的当下 在快乐的当下 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 都能保有自在 亲民的本真 都能不被禁欲 情绪所妨碍 希望任何你想象得到的当下 都有自在 快活的能力 高兴时 就自在于高兴的当下 疲惫时 就自在于疲惫的当下 哀伤的时候也有能力 自在于哀伤的当下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 或者是想法的话 欢迎你到我的IG Innerlight by Cole 或者是小红素留言给我 我是Cole 让我们一起学习自我探索 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